位于成功东路上的这间联动透天厕 屋龄18年 面临12米道路 由于转弯曲度大 路面还标示了减速慢行字样 一楼面宽5米 七楼深度3.5米 室内深度7.7米 李先生 我们这间基本上也是一间电柱型的产品 那这个规划楼下的部分 它整个前半段的部分就是店面式的 当然到时候我们这边当事务所 这样子的一个瓶数其实也是蛮大 也不小 这边厨房的部分 我们这个权状登录的部分 合法保存是到前面 那这边后半段的部分 这边算属于家建的部分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的面积 又比权状的面积又来得更多 二楼以上的楼层格局都一样 爬楼梯上来后会看到卫浴间 前后各一间亚房 我们二楼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这间 这间是主卧室 那后面那边还有一间房间 其实这个格局的部分都是很标准 一个楼层通常都会有两间房间 那这间主卧 这间格局还蛮大的 外面的部分 这边 这边还有阳台 这间房间的屏数就比较小了 我跟刚才主卧的那间来做 比较相对就差蛮多 那这间 可能就是当个小孩子房 还是说规划成书房的话 应该也都蛮合适的 那后面我们洗衣服的部分 这个阳台就比较大了 这边可以摆洗衣机 甚至你这边要晾衣服 也都可以 那这边这个区域就是 刚才厨房的楼上 四楼前面的房间 前屋主当作小型起居室使用 后面卧室的设计为更衣间 就有的装潢保留完整 但是没有停车位 不知道李远董的考量如何 一起进棚来讨论吧 这间看起来是比较 非常传统的套剔厨 很方正 对 这个符合远董的需求吗 这一间比较符合 格局上比较方正 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对对对 看起来比较加盖的 比较靠近地震 那个公务机关 因为你是要带书敢站起来 对 想象中应该有个店面之类的 可是它那个地方有个弯道 有一个马路的转弯 这样到底对做店面来讲 是好是坏的张老师 它的一个服刑的道路 当然有时候你如果开车 或是说骑摩托车 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注意路况 你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说 这边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什么店面在那里 那这个可能就会miss掉 那另外一个我看到 它这个VCR里面看到 它的那个马路上跟这个店面 是比较没有那个附地的 所以如果说有人 要真的找到你的这个输入所 要停车上面 好像相对比较不是那样的一个方便 如果说当住家 也因为在大马路旁边 可能也会比较吵杂一点点 两种顾虑阿智 但是你如果说你在过弯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会把整个速度 会放慢下来 反而是一件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其实当初 最大的一个考量是因为 她太太本身是代书 那代书她比较常跑的地方就 地政事务所 户政事务所 银行 包括公所这些机关 走路的部分 我是说走路只要五分钟就可以到 走路只要五分钟就可以到 那骑摩托车的话更快 两分钟之内一定可以到 就地政事务对他们来讲是好的 蛮方便的 可是你看到这点 别人也会看到这一点 不晓得 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吸引更多代书来这里开店 我们要先去听听看附近的民众怎么说 差不多三十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然后就二十八年了 那时候站过来 实际你是买新租吗 对对 那你是买多少 买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 三十几人钱三百多万 这间店你自己开店吗 对啊 那你现在要出租吗 对啊 租有什么人 你交给人家 台书还是律书 或是说那些人的 那些有房子 那种的 你说台书律书来这里怎么做得看 对啦 怎么做不去啦 现在那些有做法律要帮我来这里 这边边 都去得好 这些一百多万 四百多万 一百多万 那要做多少 两万 两万 不怕借了 差不多啦 你看连银马店的老鸡牛 都想要租给台书 那边有台书吗 那附近 因为地力之变嘛 收招也是有 对 是蛮方便的 所以说会啦 做台书这一行 会不会跟做其他生意一样 需要夹齐 比方说我要变成 那个家具一条街 然后什么水族箱一条街 服饰一条街 因为我太太她的业务比较特殊 她跟仲介比较没有 所谓的一些特约 一些仲介商做签约 大部分都是一些 所谓的社交的客户 那有些 其实买卖不动产 有些人来找台书 有些事情是 不需要太多人 可以看到的地方 嗯 而且其实做这个 应该是比较 算是老猪狗 对 就做口碑嘛 做口碑 这比较重要 所以找了这个房子 台书严习家 实用性比较重要 对 就先不用考虑这些 那实用性的话 格局就很重要了 对 格局上面 你有没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需求 二三四楼 好像总共有六个房间 我本来想说在一楼 厨房 那刚好有点老旧 嗯 那左右邻居两边的厨房 也有唯一 也都打出去 加建 加建 对 本来想说也要做加建 一楼加建完的 厨房的空间上面 可以做一个所谓的户外 户外露台啦 就变成露台啦 可以在外面 烤肉啊晒衣服啊什么东西的 就多一点空间可以寓 又增加一点空间 这样的想法很单纯 因为我们一般也都会这样想 我没有 我是跟大家同样 我只是合群而已 我们看到之前也是有一个在新竹的那个 违建的发生不幸的这种情形嘛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说有更大的一个使用空间 只是说我们不鼓励 员林这边一般人他可能比较不会去 不会去注重你是不是 房子本身是不是说有违建 那我们这一间本身他是就只有加建厨房的部分而已 后面他还有留一块空地 当然原则上我们还是一样不鼓励 不鼓励违建的部分 好啦那我们就要从那个 试法性合法的角度要请专业的设计师跟大家讲一讲 那这样子的话我空间可以怎么样规划是比较好的 就是前面的部分工作室的地方 他前面这边就可以做工作跟接待 那后面的部分可以用来做会议 那刚刚提到就是后面违建的部分 其实早期我觉得台北其实做很多这种案子 就是我觉得后面其实大家都会作为一件把厨房盖出去都密闭 我觉得那个其实后来改到很多种案子 其实进去的感觉其实都不是很舒服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做一个就是采光 就是让他前后的部分都光线都能够充足 那你当工作室使用的时候 就是你后面的部分做会议啊做什么 甚至你可以做结合后面的那个小空地做一个造景 我觉得其实是会比较舒服的 而且我觉得环境其实对给客人的感觉其实很重要 就如果客人进到你这个工作室里面 感觉你气流是非常流通 然后又感觉是很阳光 那会觉得说可能老板可能做事情是比较正派的 苏老师你请教你现在的建议厨房一到二楼 厨房一到二楼那一楼的部分就是当工作室 楼上的部分因为有住宅的需求嘛 厨房饭厅跟客厅都放在二楼 那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整个是可以连通的 它的好处是它前面也有阳台后面也有阳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都可以做一些造景的建设 三楼跟四楼的部分家里人口四个人做房间 所以这个案子的格局配置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那如果这样子配置下来的话 呃圆董需要准备多少钱 本身先天的条件它的格局就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破坏跟建设 只是说它可能建材比较老旧 可能大概六到八万 一瓶 对一瓶 这个房间的部分其实有蛮多的是用一些装潢 包括衣橱的部分 还是天花板的部分 那那个也要把它打掉 我们做设计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看就是业主本身 就是你觉得装潢能用OK 那那是属于装潢 那其实设计的角度其实是针对个人 就是业主去量身打造 主要是你的生活习性 习惯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个人的品味 这个是很重要 苏老师您刚刚的建议应该也是希望 违章的部分尽量不要做就对了 对 谢谢 不要太贪心 了解 我贪心 来来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资料 它61.78平 然后18年的房子 总共有四层楼高 六房两厅 3.5位 这样子 要卖多少钱 1110万 一瓶是17.8万 可是这个还要再留一点点 那个装潢的钱嘛 装修钱 刚刚设计师说6到8万 那我们就抓一个中间值算7万好了 那也要再加个差不多400万的装修费 算进去 符合你的那个预算数字 对啊 因为你的预算是1600嘛 对不对 看起来 这间似乎我们的圆董 好像比较符合它 但同样是透天 这个是18年 刚刚第一间是5年 它该如何做选择呢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揭晓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 即兰 优独播剧场 cot